万区京东首次面对大气和带来的暴风雨 有助缓解加州干旱 大海有两个月冬季就结束 迄今雨量预计还未到达年度平均 4月1号前能否积累足够的雪量及水量 解决之前持续多时的干旱仍是未知数 据统计这次风暴持续三天 万区各地露得2至3寸的雨量 已经是京东露得雨量累计两倍有余 圣他高鲁兹山区和大塑尔地区 更分别达到了6到9寸和16寸 内华达山脉的积雪溶水 一直是加州重要的水源 占加州水量供应的三分之一 这次大气和带来的降雪 最大的好处是 让山脉积雪从之前历史平均积雪量的40%上升到66% 从幽山梅滴到太豪湖 山上下了足足6尺有余的雪 有些地方雪下得更大 像是蒙马山滑雪场下了9尺后的雪 根据天区预报 近期湾区会迎来另一场风暴 加州水资源局发言人表示 希望这不会是2月的唯一一场风暴 预计下周风暴主要影响北湾地区 其中索努马县雨量可能达到2寸或3寸 而湾区地区城市的雨量可能不足1寸 内华达山脉融合下雪 雪量可能达到2寸 让积雪再次上升 达到历史平均的75%左右 但之后两周暂时未有风暴预告 另一方面 各地水库仍未蓄满水 按照以往冬季情况来看 多数地区下雨量要达到12寸左右 才能让水库蓄满 目前各地水库蓄水量仍较低 湾区方面 南湾胜塔拉谷水务局10个水库水量也有上升 约为平均同期水量的61%左右 东湾7个水库到周五时水量为满库期的72% 中天中望 这里报道